为什么全世界都在选择素食 将禽类肉类甚至乳类食品聚之门外 尽可能多地摄入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 当今社会素食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风尚 引领了世界的饮食潮流 素食之风席卷全球 在美国,20%的大学生追随素食主义 另有,55%的美国人外出用餐食会点全素菜肴 在德国,素食店也是遍布大街小巷 其中一家名叫雷夫莫斯的素食店 有2500家连锁店,每天生意兴隆 在英国,有12%的英国人已经决定放弃食肉 这其中16至24岁的年轻人就占到了20% 高达1%的英国成年人正在追寻素食主义 或者是纯素食主义 在瑞典,在年轻人的带领下 10%的瑞典人已经被明确界定为素食者 而在我们中国,素食风同样盛行 即北京大学首次成立素食协会之后 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也群起呼应 纷纷成立素食者协会 素食主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 逐渐成为餐桌上的主流选择 为什么全世界都在选择素食 今天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选择素食的18条理由 一,因为食肉的原因 全球每年有数百亿生命惨遭屠戮 单单在美国 每周就有一亿两千万只农场动物 被残酷杀死来作为人类的食物 而杀戮也是导致全球战争与灾难的根本 二,动物被杀之前极度恐惧,痛苦异常 使其体内生化作用发生极大变异 其血液中的荷尔蒙,尤其是肾上腺素的分泌 会极度抗进 其身体瞬间不满毒素,尸体完全被毒化 美国营养机构早已指出 动物死尸是种富含大量毒素的物质 三,你能想象一只被捕获的食用动物的一生吗? 它们被囚禁在狭小阴暗的空间里 被迫接受人工繁殖 然后不停地被施打镇定剂、荷尔蒙、抗生素 以及两千七百种其他的药物 好让它们长得又肥又壮 最后,它们又在极度痛苦与恐惧之中走向死亡 难道,它们的一生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 四,农药和杀虫剂具有很强的毒性且不易分解 生物学家调查发现 越是居于食物链上层 这些药剂的残留量浓度越高 而且高得惊人 研究表明,肉类中农药、杀虫剂等 各类人工化学毒害物质的残留量 比蔬果类至少高出13倍 五,肉食是地球暖化生态恶化的首要元凶 研究发现 生产一份肉食餐饮所消耗的资源 足以提供至少15份的蔬食餐饮 如果一个人选择素食 每人每年可以减少1.5公吨的温室气体排放 没有比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来缓解地球暖化 更有效、简便、经济快速、有力的来 六,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 每两秒钟就有一个可怜的孩子因饥饿而死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目前全世界每年喂养牲畜的古物足以供20亿人食用 如果全球吃素 那么只需30%的土地就足以喂养我们的所有人口 世界从此远离饥饿之苦 土地无需化肥将得以再度喘息 再生恢复 七,一公顷土地能喂养22个吃土豆的人或19个吃大米的人 但仅能养活一个吃牛肉的或者是两个吃羊肉的人 每一个吃素的人都在帮助储存自然资源 吃素就是拯救我们有限的土地资源 八,人类身体构造天生为素食设计 肉食动物都是疗牙利爪 而人类的牙齿是平的 也没有锋利的爪子 是天生的素食动物 而且食肉动物的肠道比人类短 这有利于加速肉类的消化 而人类的肠道长度是人体的十倍 区区折折 不利于吸收和分解肉类的脂肪与毒素 这些物质在人体内积存 容易导致心脏病或癌症 九,根据联合国资料 在海产品丰富的地区患猴癌者多 而有较多肉吃的地区患肠癌者多 日本人爱吃生鱼片 活虾与烤肉 因此心脏病与胃肠癌的比率 也成为亚洲之冠 食用素食会大大降低癌症的发病率 十,素食可以有效降血压 降低胆固醇 预防中风 改善动脉硬化 降低心脏病风险 当今社会 心脑血管疾病越来越普遍 而越来越多的医生 都开始严格限制病人摄取肉类 甚至要求病人完全不吃肉 哈佛大学科学家研究发现 素食确实能够降低胆固醇 美国医药学会宣布 素食至少可以预防 90%到97%的心脏病 十一 肉类中富含乳酸 尿酸等代谢物 是肾脏病 痛风 风湿痛 关节炎等病变的主因 肉食者肾脏的负担 是素食者的三倍 而当肾脏无力 在处理因食肉 带来的过重负担时 肾脏会产生病变 随之而来 会导致痛风 风湿痛 关节炎等病症产生 十二 人类的消化系统 不适合吃肉 所以肉食者 经常会抱怨排泄困难 肉类因为所含纤维质极少 所以在消化管道中 移动得非常缓慢 比起骨类 与蔬果食物要慢约四倍 因此 很多人患慢性便秘 十三 科学证实 素食者的体力耐力 比肉食者高出几乎一倍 科学研究一致表明 素食者身体比较强健 精力旺盛 耐力较佳 瑞士的医学营养专家 也一批就为运动员 坐脚踏车耐力实验 发现 只吃肉食 运动员才脚踏的耐力 是57分钟 但是 全部素食时 他们尽可踩车 167分钟之久 人的耐力 显然与吃素程度同步 十四 英国科学家 在8170个实验者身上发现 经常吃肉 会导致质力下降 而素食者 一般少病碰 质力较高 人际关系好 精神和耐力也比较好 美国营养期刊中的一份研究结果表明 全美儿童的平均智商是99 而全美素食儿童的平均智商却高达116.24 15 素食是美容养颜的最佳方式 美容界有句话说 白嫩肌肤与苗条身材都是吃出来的 吃肉太多的人身体容易肥胖变形 受肉内毒素的侵蚀 毛孔变粗大 皮肤容易生疮变粗糙 素食则会让肌肤恢复健康 细致有光泽 所以有人说素食是最有效最根本的美容护肤品 16 食素会让身体的气味更加好闻 现代人的体味似乎有越来越浓之事 究其原因是因为吃肉太多了 有一个有趣的事实 间接支持了吃素会消除体臭的说法 素食动物如牛马鹿的粪便不难闻 而肉食动物猫狗虎的粪便却奇臭无比 17 另据媒体报道 全民素食可以增加人类平均寿命15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玛琳达大学研究者 历时6年对7万多名男女进行跟踪调查之后得出结论 吃素食的人死亡率更低 18 素食可以提升气质与生命能量层次 食素者轻 食荤者浊 食素者静 食荤者造 食素者温柔 食荤者刚强 食素者气定神贤 食坤者气散神福 以上种种都表明 吃肉则是以自己的健康和寿命为支付代价的最昂贵的消费行为 而素食是带来和平 种下善因 是挽救生命与地球的最佳饮食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